如果出现张卫东起有获胜怎么办呢 那两场打平吧 好 三先来了 炮二平五 马二进三 居一平二 现在我们闲言少叙输归正传 那现在黑方还是走马八进七 理论上来说呢 这样跳马我昨天刚刚讲完 没想到路导剑客马上来打脸 正和大了 马八进七 这个棋从理论上来讲是非常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左马支撑腿的负担实在太重 那现在感觉G二进六就相当不错 红方还走成了两头蛇 也可以 也可以 反正是优势不可动摇 马二进三 居一进一要不要走一个 大家看一下布局阶段呢 我们主要就要讲求居明马活 现在呢 红方凭借三先的优势是居明蚂蚁活 现在居九平八还准备两翼齐飞 太厉害了 那现在黑方居一进一啥意思 居一进一准备通过战类道 穿到河口通过对活三七组解决双马的问题啊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起礼 那么居一平四 红方居九平八势在必行 黑方可能平个鞭炮吧 接下来的感觉呢 居八进六或者居二进四 感觉上还是可以的 或者干脆马三进四 这个局面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红方的优势实在太大 那么从目前来讲 红方的行骑效率极高 大家看一下布局阶段呢 现在双居均已露名 形成两头蛇双马活通 那么一炮分边 另一炮居中 所有的主力 全部都是处在一个进攻的位置上 阵型呢 可以说是堪称豪华 那我们看 接下来 郑特大有何退敌两侧 这个时候就到了我们全局 非常精彩的地方了 我们看一下 那么啊 陆岛剑客 郑一红特大 在面临这样一个黑云压城的局面啊 被人家围的水泄不通啊 骑呢又非常的难受 看看他如何闪展腾挪 这部棋 G2进六估计那边要对居了啊 炮八瓶酒 炮八瓶酒对居又产生了新问题 红方G2瓶三当人不让 你再炮九退一呢 那边又马又出了问题 现在呢 那这个局面确实十分的难下 谢谢大家啊 果然黑方泡八瓶酒总得解除这个压力啊 黑方接走马三进四 正常吧 也正常啊 目前为止 红方的第二盘呢 下的呢 先手在握 看起来一步废棋都没走啊 刚刚呢 不过感觉凶一点 可以G2瓶三直接杀足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么黑方选择向七进五 中路先补后 马八进七呢 实在是不愿意走了 大家看一下 简单的说一说 为什么黑方飞向 宁可以气掉中足为代价 也不愿意把左马跳出来 守住中足呢 大体我们有可能啊 亏函是这个原因 你马八进七以后啊 这个双马都不活通 那怎么样对活双马呢 我们需要巡河鞠的加持 现在巡河鞠长不起来啊 他那个盘和马是进可攻退可守 俨然一座桥头堡 那你没有巡河鞠的加持 双马始终对不活 所以政策大家呢 觉得实在缺乏弹性 也不愿意 那现在呢 红方选择马四进五 直接简单粗暴 也是可以 炮轰中兵以后 可以考虑通过补齐 或者 炮五推二 感觉 补一手 是一个可行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觉得可以走一步什么棋呢 似乎可以走一步 兵五进一 或者走巨八进三 这个棋 红方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或者说 能否将目前的优势 成功转化成盛世的关键 就在于你这批左马 你这个马呢 现在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一个小位置 如果你不动 不动的话 黑方会走什么 黑方接下来随时会把这个类居啊 犹如一把利刃一样 会扎到红方的兵临一线 那么扎进来以后 接下来你一跳马 我居四平五砍中兵 对吧 我们话音未落啊 那么张卫东老师呢 祭出了巨八进三 先将己方这条生命线呢 牢牢守住 从这步棋来讲呢 还是能看到 张校长这个非凡的这个功力啊 扎实的基本功 我们话音未落马上祭出巨八进三 那这盘棋就马上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大家觉得这步棋是不是本手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应该是 所谓什么叫本手 就是棋金嘛 必须要走得着 哎 这炮五退二 拉回来吧 炮五退二 还是炮五退一 那么炮五退一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啊 再给大家汇报一下 如果你退一步 居四进一再住 等到你下兵五进一呢 我就足三进一对足 这个局面 不过下完了巨八进三 显然形势还是可以 以下兵五进一 这边在炮九退一 我们看黑方炮九进四 兵发少林 再走炮九退一 好了呢 红防巨八平五保住 是否是势在必行的一个战术手段 是不是要保住 除了保住以外呢 那么炮九进四 打过去似乎有点飘啊 哎 巨八平五保住 在将来呢 我们就即便选择炮五平次 把中炮平开啊 中兵呢 直接冲过去 看起来呢 也是可以的 政策大直接炮一平三 其目的呢 也是显而易见啊 昭然若揭 准备通过冲三足啊 还是要威胁红方的七路马 第一感觉马九退 马七退五 马七退五回到中心 哇 果然这样下的啊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 避时就须啊 这个七路马回到中间 在马五进三啊 我们这一盘棋好像相当的有意思啊 那么张卫东 起偶呢 在经历了啊 第一盘的这个失利之后呢 这一盘好像突然状态来了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这个马七退五通过这个 调转中马啊 一个乾坤大挪移 将来转到右边啊 再从容补齐 看起来形势还是不错 目前为止 红方还是保持一定的优势 有没有三仙呢 不好量化 但是感觉上红方肯定还是要好下一些 这几步棋还是颇具功力 哎 这个黑方冲三足 哎 路到剑客这个棋太厉害了 冲三足啥意思 如果 如果现在红方呢 冰七进一一拱 黑方呢 马上一个葵花点血手 马上选择 啊 点二路居 不过我感觉红方也只有拱 点二路居啥意思 那么准备打向闷弓啊 假如你红方啊 走什么 马五进三什么的 他这边呢 一个是可以打向 一个是飞完兵了以后 黑方还可以炮三平五 反架中炮 我们看一下 现在黑方如果点局 我估计十有八九 红方就 马五进六 一个翻踢两掌 跳出去 这个棋子 大家看一下谁厉害 我觉得红方呢 也不遑多让 除此以外呢 也可选择冰七平六 哎 再气回来 不过冰七平六 可能黑方就比较满意了啊 啊 黑方这个几点下二路 这个葵花点血手 这个锁猴准备 轰相杀 应该是 必然的一个招法 这个时候我们看红方 在冰七平六 和马五进六 两招之间在选择 如果马五进三 显然不太好 大家看一下 马五进三 应该是有点问题 哎 马五进六 红方下的 非常的 积极 当然了 马五进六 我觉得 要想取胜 也几乎是华山一条路 下的非常好啊 那黑方这个时候 如果不打相 就是炮九平五 打中兵 大家觉得呢 炮九平五 打中兵 红方如果吃 那黑方也吃回来 啊 或者黑方打相 一将吃回来 哎 向五进三 飞 这个也是我们刚刚 设计的线路之一 一方面呢 继续准备打相 二来呢 准备炮三平五 随时吊住 啊 红方的中居 那这个局面 十六进五 是第一感 先把中路补后 另外防止黑方 炮三进七 打相 啊 那么这样是否可行呢 十六进五 先补一个 果然如此 我们看啊 终局的这一段呢 我们这一盘棋 才渐渐的 感觉到啊 张卫东校长的这个 内力还是非常的深厚 炮三平五 还是走了 那你一逃居 他就炮九平五啊 劈头盖脸 打一将 黑方好像形势还不错 路导剑客 大家感觉是一种 什么样的棋风呢 我个人的感觉呢 感觉到正特大的棋风呢 还是非常的绵密 有点绵里藏针的意思 经常呢 就是看起来 他这个招法呀 不疼也不痒 对吧 而且前边呢 啊 一副看起来非常的被动 被动挨打的这种局面 哎 走着走着呢 这个内力啊 就徐徐的 就打出来了 给我们感觉到 啊 对手呢 犹如这个巨蟒缠身啊 泰山压顶 这个感觉啊 就这几步棋 我们是这样一个直观的感受 那炮酒瓶舞打一将 必须还中炮啊 这个是全国统一还中炮 走别的招法呢 那飞向的话就打死了 重炮连杀 嗯 哇 我们这个棋局呢 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啊 这个应该是属于 这叫什么 是属于非兽魄性的食物啊 没有想到 我们说这个不能飞向 应该走炮酒瓶舞 那么张先生 真的走了一个 向三进五啊 这个马上 在我们一个所有人都预料不到的 一个结束的方式下 他们就结束了 啊 这样 这个比赛还是 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飞向 那么